一个好的建筑师 必须有一个好的价值观 第二个它是要有责任感 必须是理性和感性相结合的 我觉得我们是秩序的建立者 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有条理 但是在一些细节方面会比较生动的 又是会比较感性的 建筑就是生活 人是最终这样 他希望能够生活在最后有归属感的地方 怎么样去产生这些归属感呢 实际上公共空间的营造是特别重要 所谓公共空间就是 不同的人在里面能够得到交往 我觉得好的设计都是用最直接 最强有力的形式去回应最复杂的需求 建筑师的一个作用就是要把各方面的这些资源和力量 人们很好地把它统合起来 最后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人是在生活中就在说 最后能够的一个结构 但也不更方便是说 很多若字元然后就在那里面 很想要把这些资源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